在屏東側上的保利山可以看到一大早 这个黑鹰直升机就在上空盘旋 因为今天这一次这个操演 主要呢除了这个直升机 还有这个IDF之外 另外还有步枪多款的狙击枪 甚至是破击炮等等 都会参加这个演续 而且在现场可以听到炮声隆隆 而且有炮弹集出之后 这个现场弥漫这个白色的烟尘 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得到 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这一次操演这个亮点呢 主要是由这个北部的 南洋指挥部 基布营和南部的第四作战区 第八军团的五六四旅来协同演训 要来模拟这是正常中 可能会发生的这个跨区作战的状况 南北来做一个搭配 而除了这个白天演训之外 另外呢在晚上也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保丽山的上空 国军发射了多枚的照明弹 还有这个眼镜蛇的直升机 在上空对这个地面来做这个迹象射击 这个演训的整个过程 有白天有晚上 就是希望这个国军能从各方面 来做这个演习